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明日专栏通膨在下降之中 根据劳工部最新的数字显示 3月份之物价指数从2月份的6%下降到5% 通货膨胀指数从去年的6月份至9%下降至了5% 但是距离中央银行期盼的2%尚有许多距离 过去一年中食物价格涨了8.3% 是12月中涨幅最高 虽然通货膨胀下降 但是对我们的荷包仍然未能减轻负担 投资们预测联邦银行仍会在5月3日之会议中再升息0.25% 分析家们认为2023已经增加了100万个工作机会 一直使经济之热度增加就业率极高 因此物价也一直居高不下 我们认为目前高利率之贷款已经严重影响到各行业 尤其是房地产市场 许多购房者已经在观望 希望利率能够下降 老实说如果世界和平仍然遥远 贸易无法顺畅 全球化在衰退之中 各国之经济增长必然会衰退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仍然会缓慢下降 但是距离降息之时间可能还很长 真正确 真的有什么螃蟹